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6传说任务 赛诺的金狼之商 第二幕 守诺者沉沙夏的足迹 4.6传说任务的赛诺的金狼之商 第二幕 守诺者 到开外夜了 接下来要从哪里开始调查呢 是不是应该问问附近的卫边 等等 看那边 那个背影 迪西亚 你有一个人进沙漠吗 我不是非要劝你 但 不是第一次去了 没问题的 赛诺 如果你去意已决 那至少听我们的 带上比预期多5天的物资 我去做点准备 你果然在卡玩意 是追着俱乐使过来的吧 不是让你们别跟来吗 动作居然这么快 我们可没说不陪你去 你怎么就决定独自行动了呢 我没别的意思 事态复杂 可能的话 我不想把任何人卷进来 能让赛诺特地追到卡玩意来的人 肯定有来头 但你今天未免太见外了吧 只问我们有没有见过那种打扮的老爷子 名字都不透露 难道是什么不能公开的逃犯 还有好久不见了各位 迪西亚 坎蒂斯 这次回来能见到大家真好呢 嘿嘿 看到你们健康就好 我和坎蒂斯来卡玩意办事 遇到赛诺在这里打听一个人的下落 卡玩意的人见过他说的那位老先生 那人年纪不小了 居然一个人带着屠兽进了沙漠 身边好像也没多少物资 有故事 绝对有故事 赛诺 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告诉我 有什么我们能为你做的 要求尽管提 人多力量大 一定能找到你要找的人 不 没那么简单 他恐怕会躲着我们 我们听萨和哈蒂说了 很明显 那位先生也想独自处理问题 想从黄沙里翻出一个刻意隐藏自己的人 没那么容易 看来事态比我们想的复杂很多 不管怎么说 他从卡玩意走 那有很大概率途经阿儒村 你不妨到阿儒村问问 有没有人见过他 谢谢 等事情解决 我会回来感谢你们的 别那么严肃嘛 回头到城里一起喝酒就好 你请客 好 一言为定 那接下来 我们来处理就行 谢谢 你们的好意我都记着 行 快去吧 需要搬救兵的话 回来这里找我们就行 千万不要客气 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 放心 我们会盯着这个家伙的 赛诺这家伙 幸好旅行者和提娜里追上来了 不然 他会变成孤单英雄吧 沙漠里的事 关乎智慧与胆识 也考验人心 放心吧 有同伴在 塞诺会没事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你离开露营地之后 肩末之殿果然有很多问题 院里的那个机构是假的 这件事我多少也能猜到 你跟肩末之殿有什么关系吗 有 你们都知道 我身上的力量来源于赫曼努比斯吧 肩末之殿就是由他建立的 我体质特殊 小时候在沙漠里接受了许多试炼 后来遇到了老师 老师把我带回虚迷 回想起来 那些记忆都很模糊 至于信上的文章 多亏卡维注意到了 否则 我们现在可能都还没发觉老师的异常 我对那个图案没有印象 很难说是没见过 还是记忆模糊造成的 确实 感谢他发现了这一点 也感谢艾尔海森当过代理选者吧 但俱乐师一定是认出了那个图案 否则不会故意瞒报 他跟肩末之殿的关系 说不定比你还大 嗯 我也这么觉得 老师从没主动提起过这个组织 就算谈到赫曼奴比斯与平一 也只是草草带过 从不深入 对了 你应该知道 既然我和旅行者追上来 你就不能继续单独行动了吧 我知道 我也接受了 应该说 半路甩掉你们的难度很大 我考虑之后 决定接受现实 没错 事实就是我们会和你一起去 这样就算有什么事 大家也好彼此关照 行 回头也请你们喝酒 嗯 可以 走吧 去问问这里的护卫 你好 大风机关塞诺大人 我在找人 想跟你确认一下 阿如村近期的出入情况 您说的这个人 前不久刚经过阿如村 他在这里补充了一些饮用水和食物 为驼兽吃了饲料 就又出发了 他往哪里去了 我想想 他在村口坐了一会儿 跟来送水的人闲聊 好像说是要去绿洲附近 但他没说哪个绿洲 您有地图吗 我给您把它前进的方向和到这附近绿洲的路线都标注上去 我带了 请用 好的 好了 非常感谢 你帮了我大忙 气性真好啊你 别客气 这都是应该的 祝你们顺利找到要找的人 祝你们顺利找到要找的人 等等那边有人在 问问他们有没有消息吧 可以 我来 我来吧 为什么提娜李会说他来比较好呢 我的来历 打扮和样貌 对沙漠人来说比较特殊 以防万一 让身份更稳妥的人去比较好 你们好 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 我和朋友在找走失的老人 方便和你们聊聊吗 找人吗 好好好 你要问什么 对方大概长这样 穿着长袍 眼睛有神 气质文雅的白发老人 而且是单独行动 这种人挺有特点的嘛 是啊 见过应该忘不了 他在看后面的人 他在看后面的人 那个人看过来了 那位先生的外形很有特色 你就是大风机关赛诺 是我 你好像不惊讶别人认识你 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是你在找人 对吧 这个人不对劲 怎么 这就开始提防我了 不用掩饰 我知道你们在猜忌什么 不过 好像是你们自己来问路的吧 我以为你们是普通的商人 但现在看来不是 你的下属看起来很随便 实际上 比普通的佣兵更能打 喂 你们成下属了 付我工钱就好 别跟他们绕圈子了 我都烦了 行行行 你们几个跟我来 不是在找人吗 长袍老人 白发 气质文雅 居乐师在你们心里居然是这种形象 你知道居乐师在哪儿 跟上我 你就能见到他 很厉害 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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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 什么都没有 哪来的俱乐石呀 请退后 什么东西冒出来了 这里竟然有这么大的建筑 而且是隐藏起来的 赤王的技术 你 你是 不对 你们是谁呀 难道这里是坚墓之殿 你是坚墓之殿的人 别急 还没到聊天的时候 沙漠里居然有这种地方 而且就隐藏在绿洲旁边 我突然有点害怕 俱乐石肯定也是被他抓的 这个人 这个人不会就是乌拉卡说的沙漠人吧 怎么了 在想你的老师 你最好没有做什么 会让自己后悔的事 确实 我也希望我没有做过那些 会让你们都怒的事 无比心急 叶峰 雲散 叶峰 好了 就在这里等吧 我会向这里的领袖 报告你们已经来到了接末之殿 他出面前 请你们静候 他把我们扔在这里 自己走了 没有人来抓我们呢 这些人在绿洲里不是偶然 他们是在等我们 看来 那个首领非常希望我们来 这里就是尖墨之殿吧 离开雨林以后 他们居然藏在这种地方 喂 快看 刚才那个人又出来了 别着急 等会儿 会有人来叫你们的 你叫什么名字 不好意思 看到你们很高兴 把这件事给忘了 我叫塞索斯 我会在这里 但不打算什么问题都回答 其他的嘛 你们看着办吧 我们被允许自由行动 是吗 是啊 反正我也不担心你们跑掉 居乐石就在这里 你们应该很期待和他见面吧 各位 他说的对 反正还有时间 四处转转吧 没想到真正的尖墨之殿隐藏在这种地方 我们不是没经过过这里 却一次都没发现 赤王的技术吧 遗留至今 竟然还有这种微囊 得小心那些家伙 不过至少目前可以确定 老师还算安全 塞索斯 你有空聊聊天吗 好啊 比起聊天更想问问题 对吧 很正常 也不能说经常 人们进不到这里面 尖墨之殿 是孤独而静默的地方 嗯 是我 不过你说的不准确 我没有骗那个学生 是他自己在酒馆里打听有没有来见快的办法 他还说什么都可以 只要能弄到钱 违法也没关系 于是我告诉他 居乐石偷藏了一大笔从沙漠搞来的钱 那不就是栽赃居乐石吗 话不能这么说 回忆一下 他只说自己知道居乐石的秘密 又没说是什么秘密 当然 乌拉卡真是个好帮手 喝醉了很听话 对出主意的人言听计从 这么没主见 难怪在教练院混不下去 那为什么居乐石一收到信就连夜离开了 这个嘛 你们自己去问居乐石吧 有些事我不能替他回答 好话坏话都说不得 你只要知道 居乐石认识我们的文章 他是院者上钩 瞧你问的 虚迷谁不认识大风机关赛诺大人呢 可是刚才在绿洲 你还特地问了一句谁是赛诺 难道你从来没见过他 我又不住在雨林 大风机关哪是想见就能见到的 总觉得这家伙瞒着什么没说 我们才见没多久 现在就把答案全都告诉你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嗯 是我 不过你说的不准确 他还说什么都可以 那不就是栽赃居乐石吗 话不能这么说 回忆一下 他只说自己知道居乐石的秘密 当然 乌拉卡真是个好帮手 那为什么居乐石一收到信 就连夜离开了 这个嘛 你们自己去问居乐石吧 你只要知道 居乐石认识我们的文章 他是院者上钩 没进去过 真的吗 我没必要去教练院啊 乌拉卡这种人 酒馆里多的是 再说 教练院的作为 我们也不是不清楚 虚弥城的门就在那里 谁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嘛 每天那么多人在街上聊天 到处逛逛就知道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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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想见的人就在这里 辛苦你了 塞索斯 很荣幸见到诸位 我是肩末之殿的现任首领 巴木恩 为了答谢你们耐心等候 带他上来 老师 菊勒师 你没事吧 注意你们的行为 非常抱歉 令你不快绝非我们的本意 只是菊勒师对肩末之殿来说 太过特别了 不得不想办法请他回来 菊勒师欠了我一条命 也欠了肩末之殿一些人情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我放过了他 而现在 我想讨回这些 唉 本来想在你们来之前 结束跟这个老东西的恩怨 没想到你们跑得比飞还快 回去吧 他 赛诺 老头子之间的事 跟你们年轻人无关 你不愿生长 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要到这里来 走得匆忙只是想甩掉我们 人生在世总会有无奈的时候 你不该来的 还带着这么多人 我们自愿陪赛诺过来救你 也希望您能说出真相 否则这对被留下的人很不公平 秘密之所以是秘密 就是因为说出口会带来不幸啊 害怕了 面对你尽心尽力抚养长大的学生 不敢说出曾经的错位 你认得我们的文章 因为曾经你也在这里停留了很久 差点成为我们的一员 你一看到信 就知道乌拉卡背后的人是我们 被威胁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你在心虚 俱乐时 一个背叛者 曾经你带着学士加入我们 以同复兴赫曼努比斯之权 为我们带来机会和希望 后来你背叛 带走了赫曼努比斯的力量和使用者 又将先前那份恩情作为挡箭牌 你记得我说过的话 作为首领 我允许你离开 但终有一日黄沙追上你的影子 结实 你要付出代价 很能记仇啊 赫曼努比斯的力量和使用者 是你吗 老师 你不说两句吗 阿姆恩说的没错 我确实来过这里 很多年前 我险些在沙漠遇难 是他救了我 得知我是学者 他邀请我一起复兴赫曼努比斯的力量 那是一个隐秘而伟大的计划 尖末之殿失去赫曼努比斯太久 缺乏武力 缺少信仰 所以巴默恩提出 将拔铃 相当于 将赫曼努比斯的碎片植入到适合者体内 实验成功 这个人就会被平移 剑末之殿里有许多志愿者 但我们发现 成人的身体 无法承受那种强大的力量 最终 巴默恩献出了他的养孙 而另一个适合者 他的父母用他交换了一些财富 这两个孩子 成为了承载赫曼努比斯的可能 多年来 剑末之殿都持有两片赫曼努比斯的巴黎 这是他真身化作的力量结晶 极为稀有 将实验者送入戴法阵的房间 让他在宗服后的巴黎周围停留一定时间 只要不排斥 就可以被认为适应这种力量 实验依然按照原本的计划 分为三个阶段 共鸣 植入 存活率观察 前期共鸣都还算顺利 我开始犹豫 是先后实验 根据效果做进一步打算 还是同时植入 进行对照 就在那时 两枚巴黎同时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火性光芒 如果不及时植入 巴黎本身都会碎裂消失 能与巴黎产生共鸣 已经是天赋了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让年轻的个体同时接受两枚巴黎更是无法想象 为了延续信仰和力量 我们马上进行了分别实验 最后 我还是终止了实验 并带走了其中一个孩子 看在过去的份上 我不派人追杀你们 然而从那以后 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一直很想见到你 赛诺 你和巴黎的离开使我们一筹莫斩 我们一直在衰败 原来如此 我是这么得到力量的 就当是 借了你的巴黎十几年吧 现在我也老了 作为报复 你想夺走我的性命 没问题 但你不能对赛诺动手 他是现任大风济官 你的不当举措 会被视为对教令院全面宣战 你不记得了 但你见过我们 亲爱的赛诺 那时你还很小 我们在这里 为神明的降临而狂欢 你和他 赛索斯 我们最后的希望 你想要回这份力量 作为赫曼努比斯的追随者 我已经放任这份力量 在雨林流传了很久 现在该收回了 你无权要求一个被天意选中的人 归还他所拥有的东西 不 赛诺确实被选中了 可他不是唯一的 我的孩子赛索斯也有同样的才能 这是换回老师的条件吗 这份卑劣只属于我 我 与坚末之殿无关 我的鱼形玷污了坚末之殿的荣光 我必须为当年的决定负责 你的意思是 仅存的拔凌力量有限 你们需要拿回我这一枚 植入到他身上 属于神的力量会带来痛苦 你怎么知道赛索斯能承受 他成长了 再说 这是我们该去背负的事物 你已经背叛 不必再来理解我们 于情于理 我都不应该认可你的提案 可是 别听他的 赛诺 你的力量不止属于自己 你得搞清楚 我知道 但将老师的性命 与力量的碎片放到天平上比较 也绝不合理 抱歉 我插一句 在我看来 这件事情还有矛盾 假如赛诺不归还他的力量 你也不会无条件释放居乐石 难道你大费周章的计划 就只安排到这里 你在试探 可是到如今 我认为我们不用再讨价还价了 还有什么筹码都说出来 等等 你的耳朵 巴罗加修纳的后人 竟也来到这里了 果然 哈哈哈 我们已有我们的命运 赫曼奴彼斯将给予我们需要的一切 或许 你 就在今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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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突然磕成那样 看起来好虚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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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那么久了 我一样给你们一次机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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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弄 啊 对 爷爷还有许多话要跟俱乐师聊 我就先带他过去了 你确定要跟他谈判 让我好好想想 各位 我们晚上再碰面 在那之前 你们就自由活动吧 好吧 你也别太逞强 有问题及时找我们讨论哦 是的 你好 你好 您